阿里健康盘中大跌近5%创年内新低 9个月市值已征发超3000亿港元 11月25日 阿里健康盘中走弱 股价最低触及7.52港元 创2019年11月以来新低 截至发稿 该股跌4.68% 报7.54港元 目前总市值为1017.13亿港元 此前一日 阿里健康发布的中期业绩显示 截至2021年9月30日值6个月 公司实现收入约人民币93.58亿元 同比增长30.7% 集团亏损额约为人民币2.32亿元 去年同期未盈利额约人民币2.79亿元 其中医药电商业务收入91.3亿元 以阿里健康品牌运营的自营药房药品收入 占比达64% 处方药业务收入增长127.3% 线上自营店年度活跃消费者达9000万 对于业绩亏损 阿里健康称 创新业务多方面投入加大 以及自营业务利润率降低等时亏损的主要原因 AI财经社注意到 除业绩不加外 阿里健康今年2月份以来 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并不乐观 以11月24日7.52港元的低点来看 已经较2021年2月18日 30.15港元的高光时刻跌超7成 市值也较当时的高点征发超3000亿港元 中文字幕提供